各位玩家 请待亏上镜 三秒后之后 三 二 一 来 天亮了 一号 二号 三号 四号 五号 八号 九号 十号上了吗 十一 十二 更有 嗯 九名玩家上镜 四号玩家激顺 四号玩家顺序发言 四号玩家发言 我是好人排啊 然后那个 你发言 对不起 对吧 你应该是三号玩家发言 OK 没问题的 那就三号玩家准备一下 我是好人排 那这个板子好像都是 熊是拿不到锦辉的 因为有可能是一个猎人拿锦辉 对不对 那我们就看看你们 就跳一跳 跳一跳 我们好像只有第一天的熊 是有对跳的 昨天的是没有的 那我们就看一下 会不会什么自爆了 那么把熊砍了 那就进入顺推嘛 好吧 我是好人 过了 三号玩家请发言 一会儿四号玩家 跟我说一下 你今天是黑化版的 还是正常版的圈圈啊 好吧 反正这个小勾先打不上 然后四号玩家 有个观点说 说不用 不用 什么猎人拿锦灰山 那今天不是锦下人挺多的吗 而且锦下排都是 战边率比较高的玩家 我觉得如果有队跳的话 倒是可以试试在熊当中 直接分辨 好吧 那个猎人不知道谁 我反正不是猎人 那猎人万一并不很想 带这个队呢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 四号玩家前面那个观点啊 跟我有点小出入 但是没打死 四号玩家是蟑螂 好吧 然后别的没啊 听熊跳吧 过了 二号玩家请发言 我是好人 我开拍前看了 一三六都有点 都有点像牢 然后十跟十一比较带东西 但我看得不定准 只是开拍前看了 就感觉都有点像牢 然后的话 我是觉得锦下有三个人 如果能分辨清楚熊的话 如果有好人的话 肯定上给熊嘛 对吧 不过发言来说 三四没有觉得有 虽然观点不一样 但没有觉得一定像狼的 只是开拍前 敏了一三六比较像狼 好吧 我自己是个好人 待会儿再分辨一下吧 过 一号玩家请发言 打了一三六有东西 听一下 我觉得二号工作量还挺大的 但是状态 我觉得敏过二号 我觉得他像好人 但是听他发言 没有能保下他 三四前之位有点滑过 到我这边没有人跳这个熊 是吧 那就是说熊的可能出现的位置 就是七在不在井上 七不在井上 八在不在井上 我真看不到 五八九十一十二 五个位置有可能出现熊 考虑一下 如果要说熊的两边 是在井下的人比较多的话 就有意思了 如果要说熊的两边 在井上的话 这是我的一点理解 如果要熊的两边 在井上的话 有对套熊的话 我可能就有限听一听 因为我觉得还是那个东西 熊 尤其是汉跳熊 它能不能就是 熊能不能跑 其实狼是一目了然的 所以我是比较敏感 就连位置 如果你比如说八九里面跳熊 或十一十二里面跳熊 我会仔细听一听的 我是猎人 如果有对跳的话 可以把 可以把这个井辉飞给我 我可以带队 但是单边熊的话 就你们拿井辉就可以了 我是猎人 反正我能带到什么位置 就带到什么位置 对吧 如果要爱莫 实在爱莫能住 也没办法 好吧 我要拿这个井辉 反正 如果要有对跳的话 我来带队 拿这个井辉 好吧 我过了 十二号 你再请发言 熊肯定是会叫的呀 我都告诉你熊 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 熊肯定会叫 因为石 不管那个九和十一 谁是熊 石是那个独眼狼 在井下投票 如果你是猎人 能不能干一下七号呀 七号开牌的时候 说我是那个狼 他说他是猎人 今天要一枪把我打死 对吧 他这次不是在游戏内跳 他游戏开始之前 就跳猎人了 知道吧 七号 然后我觉得前面 说实话 我觉得井下应该有 多狼 我个人认为 前面一二三四 发的那些言 就是那种小心翼翼 不敢发言 就怕生怕 要么就是 说错什么 被打错 相对来说 二号玩家发言 还是敢说一点 你甭管他说对说错 对吧 他说的是一三六十狼 目前只可能对 百分之六十六 对吧 因为一金跳猎人了 然后三六 如果听两个好人 然后二号玩家 第二天只要灯亮着 他就跳女巫了 对吧 这种东西都是很敢说 他说灯了 但不确定 那你就别灯吧 那不确定 我灯了场上四个人 是狼 我随便说四个 对不对 那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只能给好人 带来附加的思考量 不管后面有人打你 比如说你是好人 后面狼 打你 他就拿这个东西 做文章 你不确定的事情 不是说不能说 这是太宽广了 对不对 比如说我现在说的是 今天熊一定会咆哮 而且一定会有对跳 对吧 这个架势就是有对跳的架势 竞技营商 巴拉巴拉不知道 至于三四呢 二号呢 要取决于三和六的发言 如果三六里面 听出来有狼 那二号玩家 有可能会是 比较偏上的身份 因为三我暂时没有听出来 六在井下投票嘛 对吧 四号玩家 我觉得是挺机身份的一张牌 我也不去点他嘛 因为他也没表态 就是我 我肯定要表达一下 对前面听感的一些小问题 然后呢 我实话是说 三十秒 没有一个人会把票点给一 因为井下呢 那些老炮呢 自己有站边能力 那些不老炮的人呢 点给你就说明 他没你玩的好 说实话 没有人 除非那个独眼狼会投给你 反正谁投给你 谁就是狼 不可能就投有人投给你的 大家去井下都是投熊的呀 投猎人这件事情 谁能投呢 投给你的全是狼 好吧 常常老师 别的没有什么了呀 发言时间到 过了 十一号玩家请发言 那你井上 你的意思就是 二六里面开一个 七是一个嘛 因为你说的是 二号玩家是我点了三六 你现在听三 大概率是好人 你要听六 然后如果说六 你觉得是狼的 二的身份可能因此好 如果我要是你听六 比如说你看六的票情 或者你听六是好人 那二号玩家相当于 点了两张好人牌 然后 然后你还打了七 你打了七吗 你不是说开球之前 他打了 你说一号玩家 你为什么不打七 就是井上你的工作量 但是呢 其实你的发言里面 很多是对一号玩家的 我个人觉得 不会有对跳猎人 所以我个人觉得 一号玩家可能是猎人 那我在揣摩你的心态 如果你是一张老人牌的话 你这样去招惹 一给你投了 你肯定不太想要这样 所以我井上 我单听你这个 我揣摩你这个心态的话 可能觉得你还 X片上就好一些吧 所以我会听一下 就是你开出来的视角 比如说你打了七 比如说你觉得二六里面 我不是说我在拉队里面 是因为井上 十二号玩家 他明确 他的所有的工作量 我简单概括 就是他现在觉得 二号玩家点了三六 他觉得三十好 所以看六嘛 然后七号玩家 是井上点过他的 他也说一号玩家 你怎么打不打七 这个东西 然后心态上 我是觉得你可能比较像 因为还是那句话 一号玩家首先 他的配置比较高的情况下 他是一张猎人牌 如果你 比如说你一直 隔队他 我怎么 他给你投了 你是个狼的话 可能有点吃不消 所以我会参考你的意见 然后别的就没啥了 我注意到五号玩家 不是也在井上吗 所以你说什么 八十一 还是九十一里面会开 所以我就听一下 听一下后这位 熊的发言 别的没了 我过了 九号玩家请发言 我觉得 三号有点像狼吧 然后二号 挺像好人的 因为我开外跟他名字差不多 他说一三六嘛 我觉得一三 有点像狼 三号对四号 你定义他是 黑化版或不黑化版 那他发完言 你觉得他是好人还是狼人吗 没有给定义啊 十二号 我觉得你好像知道 熊会不会咆哮 你是不是觉得 九号跟十一号 就不会拿到熊 所以你觉得后边 就是五八当中有 然后四六或者七 当中有你的队友 所以你说熊一定会咆哮 不然为啥熊一定会咆哮 这是我觉得十二 有点开眼的原因啊 那我不是熊 那只有五八对跳 然后我是好人 然后一会儿如果我听八项熊 我就直接跟七拉PK嘛 对吧 是这样 其他就没啥了 我觉得前周围听的 十二不太好 三不太好 其他没有了 我就过了 八号玩家请发言 确实是熊 那你这发言 你说听我是熊 就直接跟七拉PK 我这不还没叫呢嘛 什么意思 你是先知 我是熊 这句话感觉不太 有点奇怪 为什么会预知我咆哮 感觉这个视角 好像不是很好 不知道啊 待会儿看咆哮情况吧 别的也没啥 因为锦夏是六七十 那我就不给一号玩家退水了 好吧 然后五号玩家 看吧 五号玩家要几条的话 就刚只让锦夏投票呗 锦夏如果觉得分不清 就投给一 觉得五八里能直接分辨 就五八里投吧 前周围点评一下 九一开始发言 我觉得还好 后面那句 我把他的身份 又只能拉平 你说听我是熊 要直接跟七PK 因为还没出咆哮信系列 对吧 万一不咆哮呢 你俩是俩好人呢 对不对 所以 前周围的三四说实话 不确定 说实话是没听出来 我听二号玩家 是不是很小平民的 因为二号玩家 你在那个位置 点的位置很多 我发言的时候 某些人能不能尊重一下 我的发言 干什么 然后二号玩家 因为点的是一三六 然后点的位置比较多 然后点了 重点了锦夏的六 觉得六像狼 那我听一下 首先看一下 六号玩家锦夏的票行 然后听六的发言 再给二的身份 十二锦上的身份 不能直接 从十二对一的那番对话 就给出来是好人吧 所以十一宝十二 我觉得稍稍有点快 别的也没啥了 因为十二是个狼 他也可以打一的心态 对吧 你不能用十二号玩家 对一号玩家 疑似单边猎人的一些 就是发言 就去净保掉十二 这个我觉得 十一宝十二 稍稍有点快 别的没啥了 好吧 我就不给一号玩家 退水了 因为五号玩家 给我对跳了 我觉得拉开票行 也挺好的 好吧 看看六七的票 我过了 五号玩家请发言 那为什么一定会跳 不是还有可能有单边熊吗 但我确实是真熊 你看八的视角 也特别觉得 我一定会跟他对跳 九的视角也很奇怪 九号玩家说 如果一会八号玩家跳 你觉得八项 你就退水 你去跟七PK 那我觉得你的视角 比十二开的更大 你都知道这把 一会一定会宣布熊咆哮了 所以我可能会觉得 一会我要真咆哮的话 我会觉得 九号玩家认识八号 并且认识四六里的那张小狼 不然哪来的这个视角 你为什么说熊咆哮 你就跟七PK 我自己拿完熊 我都不知道会不会咆哮呢 我听完四的发言 我也没听出 他是好人还是狼 六号玩家在井下 但是你知道事情太多了 所以如果一会咆哮了 我就提前说 我可能视角也就会觉得 八九是见面的两小狼 并且他们认识四六里的 一个狼人 所以他们知道 我在这个位置 他们那个位置知道 我是场上一定的熊 并且一会熊会咆哮 九的视角 我看来你要是好人聊出 那个不理解 所以我觉得很像一张 卖视角的狼人牌 然后别的的话 我自己听的是 三号玩家攻击了四号嘛 因为我可能觉得九像狼 可能觉得我一会会咆哮 那一会我会分辨一下 四六里的那个 狼人牌是谁 然后至于 十二号玩家是打了井下的石 这个也是我记得 好像别的位置 都没有什么强队里关系 就不知道了 退水这个事吧 我是这么想的 我是放心让一号猎人拿井辉的 我觉得他也没必要是狼跳猎人 他要是狼跳猎人 一会有个真猎人出来 那就猎人的轮辞嘛 所以呢 如果他想拿井辉 他如果现在信我是个熊 他为我退水 我就看井下的票行 我就看六七十投票 在我和爸里面投 他要是想刚着 那我就代表他拿井辉 我就为他退水 你们就把票上给他 因为我不想让爸拿井辉 我不知道井下会不会有好人投投票 或者是井下有什么狼什么的 你退水吗 不退 那我也不退了 因为我突然想了想 井下是六号跟七号 如果按我刚刚那个逻辑盘的话 那我要看看票行 因为我要看一下十号玩家的票行 十二打了十 我看一下十的票行 看十号玩家投给谁 然后递你十二的身份 不退了 没什么了 熊永不退缩 30秒 没了过了 井上玩家发言完毕 退水自爆 八号玩家选择自爆 昨夜 一号 九号玩家死亡 熊咆哮了 一号玩家请留言 一号玩家请留言 可惜了 可惜了 我应该给你退水的 应该给你退水的 退水的 不知道他会不会自爆 我没有认 吃毒猎人 就是因为我想让这个井辉落地的 那没办法 男人九号玩家 其实我有想到九号玩家 像是女巫 一个是我吃毒了 一个是他发言的时候 就有点奇奇怪怪的 他说他要跟七PK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想的是 如果九是真早的夜里 五号玩家打八九是两个狼 五号玩家就是不知道刀口的 假如刀口是在九的话 五号玩家不可能去刀了九 然后在那个位置八九是两个小狼 然后九号玩家报事 我也其实我从九号玩家 事业里加上我的夜间信息 我大概率知道九号玩家 大概率是那个吃刀的女巫 所以我在这个位置 其实我是想战边舞的 这个不是马后炮 不是马后炮的 但其实我应该是去退水的 退水我不知道八号 自不自爆了 还有就是八号那个事 也确实如同五号玩家所说 就是你的事 开出来五号玩家 他有可能是起跳的熊 但为什么他不能是 对吧 你是单边熊的 这也是井上的东西 那我没办法 我井上其实就说了 我有在说 我说我想要去戴这个队 但是我 就是能戴到哪里 戴到哪里 我只能戴到这里了 那可能这个游戏 他们刀了五 然后找最后一张白神 这局游戏很快就结束了 那就加一局吧 好吧 那我过了 一号玩家是否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九号玩家请留言 很绝望啊 他跳出猎人的时候 心里已经在滴血了 我本来想过 我跳个熊 或者说后之位的熊不跳 但我觉得五八 一定会形成对跳 他们有狼也知道 熊在后之位 而且我如果跳熊的话 一号就得配合说 他是女巫 读了我 才能配合上 所以好像没有用 因为发言位置使然 五八是一定会形成对跳的 我心里啊 然后 然后 然后你们说我那个 因为十二告诉我 熊一定会咆哮 那我说我觉得他是狼 他告诉我熊会咆哮 我才说的 如果熊咆哮 我觉得八是的话 我跟齐拉PK 所以攻击我之前 是不是得先打十二 他先说熊会咆哮的 那我觉得他是好人 他也说熊会咆哮 他是狼 他也告诉我熊会咆哮 所以我就默认熊会咆哮再盘了 然后我觉得三号 依旧觉得很像狼啊 六号是 敏牌的时候 他跟我一块在敏八号 所以那会儿我是捕捉到 八号是看完牌 直接带亏了 我没有看到表情 三号是 起来天亮之后 一直眼神往我这儿瞟 我觉得很像夜里刀的 我在看这些东西 其他就没有了 然后依旧是敏的 就是 他确实敏得很凶 然后就读了 然后 也没办法了 白色草草好呗 这样吧 过了 九号玩家是否发动技能 五 四 三 二 一 九号玩家 请取吧立场 来 各位玩家 天黑请闭 来 听请法官指令 狼人请睁眼 打赏 法官收到号码为狼人确认请毕业 现在是八点了到我们送人机票的时间了 各位大目老师麻烦帮我们送送人机票谢谢 狼人请闭眼 影狼请睁眼 临近带到状态围 影狼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夜 该命玩家倒牌 使用解药请给首饰 请用躲药请给号码 女巫确认请闭眼 恋人请睁眼 你借开枪状态为 恋人确认请闭眼 白痴神请睁眼 白痴神请闭眼 各位玩家整理表情 三 二 一 漂亮了 继续上镜 请下玩家整理投票 人的景上玩家有五号 十二号 十二号玩家退水 五号玩家自动当写警掌 昨夜五号玩家倒牌 熊没有咆哮 请五号玩家移交请会 请戴亏移交请会 警会移交至六号玩家 四号玩家自报 天黑请闭眼 老人请睁眼 老人请确认击杀目标 老人确认请闭眼 尹狼请睁眼 尹狼请睁眼 尹狼确认请闭眼 尹狼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昨夜 该命玩家导牌 使用解药性给手势 使用毒药性给号码 女巫区人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开枪手势为 猎人请闭眼 白痴神请睁眼 白痴神请闭眼 各位玩家整理表情 3 2 1 天亮了 作为2号玩家打牌 熊没有咆哮 请警长组织 在12号或者3号玩家发言 12号玩家请发言 小狼自爆呀 等会我来杀呀 那没办法了 你快点自爆 他们肯定要归我了呀 然后我说一下 然后那个 当然你不自爆 那等会其实归你了 我也没啥好说的 好吧 然后最主要的一点 是我不太理解 比如说九世女巫 这件事情 我听不明白 就是就比如说 很多东西 你不明白的时候 不代表别人 就是 就是他口口声声 说他打他之前 先要打12 那你打我之前 不应该先打11吗 而且我感觉 这场上的人 压根就不听我发言 我是不是说了呀 那后面的人 首先我觉得10是狼 对吧 那个不管九 他是熊 那九是熊 他自己是熊 也会叫 他是熊 也会叫 那五把里面有熊 他们要对跳 更会叫 听不明白吗 什么叫 什么叫我告诉他的 他这123的发言 他都不听吗 就是 就是真的很难理解 然后 那不自爆 那你反正等着七归嘛 对吧 因为七是小狼 游戏已经结束了 这是不需要 太多的时间嘛 对吧 因为如果 七是小狼的话 那你就自爆 我来杀 要不然的话 就是 我们白天商量一下 拍刀 也可以 当然了 你跟着七归 也是 对吧 然后 我现在只能做影狼 或者是好人 对吧 我也不挡到了 反正就跟着七归吧 我也挡不了刀呀 这白痴 我没见过这张牌 然后 那听发言 那我其实我应该喊过 就是正常来说 我其实 真的听不了 九的发言 能明白吗 对吧 真听不了 就是 就是为什么 我就一定 是狼是好人 我分析了 场上的局势了呀 对吧 七 如果是大狼 不结束了 现在场上有两个狼 一个小狼 一个瘾狼 对吧 现在场上有两个狼 一个小狼 一个瘾狼 七肯定不是狼牙 七是狼 养我们 那只能是这样了 我过来 那就跟着七归了 我不挡到了 过来 十一号 人家请发言 不是那你这是啥意思呢 你到底是认狼还是没认狼啊 你前半段认狼 特别认真的认狼 后半段 怎么又说没有认狼的呀 对吧 因为你看啊 现在已知 五是被刀走的 九是被刀走的 一是被毒的猎人 二 昨天晚上肯定也是被狼刀走的 狼人也不可能把瘾狼刀了 所以现在场上一定是一张大狼 和一张小狼的格式 对吧 所以一会儿小狼肯定会自爆 这是肯定的 因为不可能指望 你看啊 现在 因为四是自爆的狼 八是自爆的狼 有一张瘾狼和一张小狼 所以说不可能说六是给 六是无给的警惠 六一定是好人 那除非说七十二两张狼 除非说七十二两张 要不然 就他们三个坐在这 肯定能规刀了 所以一会儿小狼肯定会自爆 对吧 这东西不用聊 所以 我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警商我是 我觉得你是好人来着 因为我觉得你这个心态上 比较像好人 但是我保完你之后 八号玩家打了我 我不觉得八号玩家 汗跳会打我的票 因为我票比较好骗 所以我更倾向于 是警商我保对了你 我保对了你 在他的视角里面 我保了你 他肯定一会儿 提前防守上打你 但是我保了你 所以他顺带把我一块打了 这是个钢铁逻辑 所以一会儿听听吧 应该一会儿小狼就爆吧 就爆了吧 小狼估计听听身份 就爆了 对吧 反正三号玩家 不知道 三号玩家 其实我开局之前 觉得你有点像 有身份 不知道是影狼还是什么 好吧 别的美狼 听一下吧 一会儿小狼应该会爆 过了 十号玩家请发言 谁让你们刀到二啊 你找着了吗 你要找着了 就让他们推我 你没找着 就是我找 我觉得二不是啊 那刀不一定刀六吗 怎么会刀二里 好吧 我想一下 橘子其实敏人还可以的 他说一三六里有 其实那刀应该 无脑把六剁掉吧 为什么会去整二 你当时觉得十二是你大哥 十二说觉得二有身份 所以去把二刀掉的吗 你找着大哥了吗 我 你不知道我是你大哥 他紧上紧下不把我点烂了吗 你不知道我是你大哥 嗯 我不太想听七号玩家 发言了 你只能 你喊自暴 我去找吧 你又没找着 你让他发言 一会儿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只能我自己硬猜了呗 是吧 不 哎呀妈呀 十一号玩家自暴 对我说十一号玩家自暴 来天黑请闭 来 天黑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狼人请商量战术 并选择的击杀目标 法官收到号码为 狼人确认请闭眼 引狼请睁眼 接待到状态为 引狼确认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解药请给首饰 毒药请给号码 女巫确认请闭眼 猎人请睁眼 金眼开枪状态为 猎人确认请闭眼 白痴神请睁眼 白痴神请闭眼 各位玩家整理表情 三二一 天亮了 昨夜十号玩家倒牌 熊没有咆哮 请警长选择 十二号或七号玩家发言 别笑了 选 十二 十二号玩家 请发言 李斯 你等会儿 如果跳白痴的话 就是六七来分辨 如果你等会儿 如果跳平民的话 就是我跟七来分辨 你 你为什么杀流反水 流反水是白痴 肯定是我呀 我是白痴呀 确实我太长时间 平坡白痴了 如果你跳白痴的话 你还不如交牌 你硬说我不是白痴 因为你要说你是白痴 他们两个头 但是如果你不说 你不是白痴 你跟六头的话 你就 你不用讲逻辑 你就喷它 为什么杀不到白痴 你就直接喷它就好了 就是你不用讲逻辑 因为我对于逻辑这个东西 我不是很认可 能听懂吗 所以你就直接 一直喷它就好了 这很搞笑 这都赢不了吧 过来 三号玩家请发言 所以就七号玩家来订票不就完了吗 你没跳身份 那你就你跟六PK呀 是吧 有个铁逻辑是七号玩家 不管是小狼还是隐狼 他一定找到白痴砍了 所以七号玩家不是狼 那我是白痴 我只要坐在这就行了 是吧 六号玩家你吃紧灰 你吃紧灰啊 不是 那无非就是 要么你六号玩家砍歪了一刀 要么就是你十二号玩家砍歪了一刀 是吧 我觉得你好像不太会砍歪这一刀 所以现在六还没发过人 那就是六号玩家砍歪这一刀 我自己是个白痴 我又没有砍人的能力 是吧 所以就你六跟十二去PK 让七去做裁判 如果七说不知道 让我做裁判 也行 好吧 七号玩家 如果你说不知道 让我做裁判 那我就我做裁判 七号玩家你说知道 那我就跟着七号玩家投 行不行 好吧 那个十二号玩家 如果他是个狼 我觉得他是扛不住的 我觉得你是个狼 你扛不住 因为七战末之位 七号玩家厂商 他做不成狼了 你怎么跟七聊呢 那只有没发过言 那六 那六号玩家一会就认狼了 对吧 那你们两个狼夹着一个熊 对吧 那警察逻辑 没啥逻辑了呀 我很少很少 我第一次搬到这个局 五个六七十二三个人 在最后一天 在这坐着聊天 好吧 我还是个白痴 然后六跟十二当中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叫什么 没砍到白痴的那个狼 坐在那 我也不知道什么回事 挺好的 你们就批呗 如果六号玩家 也很敬业 那我就要听听 到底谁是那个 就是不到黄河 不死心的那个人 好吧 别的 别的没有过来 六号玩家请拍眼 就只能给你一个大拇指 这都能了得下去吗 这都不交吗 这我心里是白痴 我不是挑了白痴吗 你找我屁看啥 他挑了呀 他说好久没 好久没看过这张牌了 流反水还是有东西啊 东西很多啊 这流反水 所以十二号牙你看看 为什么你没把十一号牙炸爆 因为你没精准地点到 最后那个狼 但是十为什么把十一炸爆 因为十说十一是小狼 隐狼是知道三个狼的号码的 这一把 流反水 我觉得对你来说是 齐高一招 齐高一招 对吧 我觉得这厉害 不是 我真的很难相信 因为我 我自己是那个好人 我是个平民 对吧 我现在假设 我不带任何是小 不带任何纯剑 我要说七号牙被实袖了吗 为了退任 我 我真不信 那三十二里面 谁更像那个 那我里外里 只能是觉得 你是你三了吗 对不对 没关系啊 那个 刚才三号牙说了一句话 他说七号牙 如果你 如果你分不清的话 他来分 我看看 我看看怎么个分不分清啊 太酷了 我应该是会投三啊 我这个很 就这个 反正我们 我们大概也绑票了 我们绑票了 我们在场上还六七十二三狼 打你一个白痴 能不能打得过啊 我不知道 看看呗 我真的很难说 他们俩是狼 谁是那个狼啊 你这故事没有办法给我讲 讲全了你知道吗 讲不全 真没法讲 其实不可能嘛 只能 唯一说有可能的 就那个十二 然后呢 十二给你对调白痴 你也装听不见 就这样吧 过了吧 七号人家请把眼 可惜了 机会挺好的 你睁眼一看六七十二在场 你哭 你只要能哭出来 这不就抄了吗 这不就抄了吗 多好的哭的机会 你一看就就是 你真假哭 老人选择 六七封口先杀了 他们应该先卡我 对 他们应该先卡我 因为卡外 有可能卡下 老人选择交牌 本局游戏 熊影狼 好人获胜 跟大家复盘一下 本局游戏 本局游戏版行为 熊影狼 那个麻烦帮我关下门 然后四张 三张小狼 分别为四号 八号 十一号 然后三号玩家是影狼 四张神志牌 分别是五号玩家熊 九号玩家女巫 一号玩家猎人 十二号玩家白痴 二六七十 为四张平民牌 第一天 狼人选择落刀 九号玩家女巫牌 女巫牌毒杀了 一号玩家猎人牌 熊的左边 是四号玩家小狼牌 所以熊咆哮了 第二天 第一天 锦上环节 八号玩家憨跳熊 自爆 入夜 一九八 多岛 第二天 夜晚 老人选择击杀 五号玩家熊牌 女巫和猎人 没有技能 然后这时候熊已经倒牌了 所以他不咆哮 第二天白天 五号玩家熊得到锦辉之后 选择把锦辉移交了 六号玩家平民牌 四号玩家小狼 自爆 第三天 夜晚 狼人选择击杀 二号玩家平民牌 其他神职 没有技能 熊 没有咆哮 第三天 白天 十号玩家平民牌 炸了 十一号玩家 自爆 然后第四天 夜晚 三号 引狼 开刀 选择击杀 十号 平民牌 熊 依然没有咆哮 然后在第四天 我们第一次说话的 六号玩家和七号玩家 集体 让三号玩家交牌了 非常精彩 我也是没有看过 也感谢三号玩家交牌 因为我已经憋不住笑了 这游戏还是挺快的 不知道你们看得怎么样 挺开心的 六号玩家和七号玩家 好像只发了 一人发了一句言 这局游戏就结束了 好人就胜利了 所以我们好人也是可以胜利的 下一局版行为 假面舞会啊 大家可以多不多 帮我们点点赞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人气票时间啊 希望各位老师 弹幕老师帮我们 送送人气票 每天晚上的8点到21点 是我们JY在 视直播间打人气票的时间 请各位老师 帮我们上上人气票 我们点开那个礼物清单 找到粉丝团 然后把第一张人气票送出来 每个人最多可以送600票 请每位观众 一定要帮忙送一下 第一张付费的人气票 因为那一张就可以得到200的亲密值 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 然后点击头像旁边的黄色小爱心 找到助力打榜 付出一张免费的人气票 就可以解锁所有的人气票一起送出 我们现在在第几名 我看一看 我们现在在第13名 请各位弹幕老师帮我们加油 冲冲票 然后谢谢 谢谢 然后已经我看到有很多弹幕老师 帮我们送出人气票了 非常感谢希望大家在这个时间段都把小礼物都换成人气票 谢谢各位 大牧老师 以及人气票我们拉够600就够了 大家也不要送多了 然后感谢 这是我们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由经典狼人杀APP冠名播出的京城大师赛第14季秘境森林 京城大师赛由经典狼人杀APP赞助播出 这是一场谎言与真理的对抗 开启趣味社交 找出谁是狼人 欢迎大家到各个应用商店下载经典狼人杀APP 跟我们一起体验这场推理盛宴 然后我们每周的 包括户晓还有金晓的嘉宾 我们也会组织他们用这个经典狼人杀一起来 组织一些网杀比赛 然后在这个网杀比赛里面 参与预言的大牧老师们也可以得到我们经典狼人杀APP官方送出的一些小礼物 大家可以积极参与一下 然后本周我们的其他赛事还即将有明天的大事赛 以及明天晚上七点半在京师公开赛直播间带来的京师公开赛表演赛 届时会有六位大事赛嘉宾和六位公开赛嘉宾为大家带来一场逻辑盛宴 然后周六中午的一点半和晚上七点半 以及周日中午的一点半 在京师高校联赛的直播间 我们将迎来高校联赛决赛第一周 明天晚上七点在真音社直播间 会继续为大家带来京师歌舞会八进六的比赛 吃多猎人回来了 第二局版行为假面舞会啊 希望各位老师 丹麦老师多多帮我们送送人机票 拜托了 什么说话 让我好好说话 我说话 说的挺好的 七号玩家怎么还不回来 我写的稿子又念完了 那我们就继续为我们的冠名商打打广告吧 经典老人杀回归 开启一场与谎言 谎言与推理的抵抗 花式版子快速配对 实施语音与天南地北玩家狂标演技 轻松交友 浪漫互动 跟明星大腕们一起玩 大家帮我们多点点人机票 多点点人机票 谢谢五大毛送出人机票 我看到你了 大毛 谢谢你 七号玩家回来了 我们可以跟七号玩家 让大家给你们复卧盘吧 七号玩家走快一点 快点代卖 哎呦喂 着急 这盘就是 这盘就比较快 狼人就是拍刀局嘛 但是狼人的这个 狼人可以别抱得那么快 我我觉得狼人不用抱那么快吧 因为 比如 得听听发言 你得找找身份 对不对 抱得太快了 你起码得听一圈身份 对吧 你听听 抱得太快了 你狼人已经是狼刀在先很多了 对吧 你就让别人发发言 找找身份 这个不给队友找身份 感觉就比较尴尬 谢谢妮可的勇往直前 谢谢妮可 感谢妮可的勇往直前 我觉得四和十一 抱得都快了点 那轮五号死了 警会给六 四号其实可以发发言的 或者是过了就可以 让大家都发发言 或者可以聊一聊 然后包括十一号 抱得也有点快 十号人家发发言 可以听听六七发言 当然六七都是平民 但是正常情况下 万一六七里面有白银 对不对 就稍微抱得慢一点 至少给队友 听一听那个身份 得给听身份的时间 对吧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要听一听的 其他的没什么 我们这把这把就是狼人砍了女巫 女巫读了猎人 然后轮次领先 就是可惜没砍对人 可惜没砍对人 没什么东西 稍微慢一点 稍微慢一点可以了 十二十白痴 六七十二里面 听一听吧 说不定了对不对 对听一听 他听到我 我们就把他淘汰吧 我觉得三号人家发现挺好的 三号人家发现 跳白痴真的挺好的 他状态是一点不举促 不尴尬 对啊 非常自然啊 他一眼里听到 女巫读者眼睛 已经很尴尬了 尴尬过过了 对那个时候是很尴尬了 我每一身女巫读者眼睛 我都开这一天 听一听 从女巫开始睁眼的那一刻 我人已经开始摇了 听一听 听一听发言 可惜可惜 总是可惜 我会投给一 因为我投给一 八号不太好 打我是狼了 对我会投给一 其他的位置 我就不知道 他应该会投给五 我投给一 他应该要投给五 要不然他是叫了 他说不清楚 对 这个肯定是这样的 我不打死你 我一定会发不了风风 我看起来发我风风 哎 啥还没听见 有一点问题是 他会进到风了 哦 来欢迎大家回来 我们即将开始 我们的第二局游戏了 第二局游戏版型 为假面舞会 然后现在进入直播间的 各位弹幕老师 大家现在收看到的是 由假面科技 经典老人杀冠名赞助播出的 京城大师赛第十四季 秘境森林 然后秘境森林呢 也是我们大师赛 经历到第十四季 一个全新的赛季 然后我们也是有一个 全新的冠名商 希望大家能多多支持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人气票时间 希望大家能多多帮我们点下人气票 点开下方的礼物清单 找到我们的粉丝团 就可以送出第一张人气票了 第一张付费的人气票 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因为一张就可以得到 200的亲密值 每个人最多可以送出 600张人气票 希望大家都把这个时间段的小礼物 都换成人气票 而如果大家对我们的版型 有什么特别好的建议或者意见 都欢迎到我们的超话互动社区 我们专门开了一个意见收集帖 也在考虑这个版型 是否有更加能优化的空间 第二局版型为假面舞会 可以了 然后第二局的夜间歌曲 是由JY点佩可 为大家带来的 《怎么了》 各位玩家准备好了吗 天黑请避 来 天黑请避 本局版型 假面舞会 听起法官指令 假面请睁眼 假面请闭眼 狼人请睁眼 老人请商量战术 确认击下目标 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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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在考虑地方 天意就快翻唱 我们都在试探 到底是怎么啦 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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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都在伤我作用 无论开始的心多动荡 只眼都斑朗 万里落于平等 爱就不这样 合递的距离 越来越来越发尤为 跌跌摸的血迹 捣住这些人的范围 感情都变得这里破碎 所有的一切都所飞 法官抽到好满威 狼人确认请闭 就在我们幻觉到天内 谁觉得围绕 温馨性的梦前飞 付出的都有怎么样怎么办 都在对方里拍摄 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谁是谁和口都一样 男人请闭眼 女巫请睁眼 今月 该命玩家倒牌 解药请给首饰 毒药请给号码 女巫请给首饰 女巫请闭眼 女巫请误眼 月 歌 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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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个是老人 这个是狼人改变玩家身份围 愿家确认请闭眼 无辙请睁眼 无论该是这心多勇当 只眼多白蓝 万里落于平坏 无辙请闭眼 白痴申请睁眼 白痴申请闭眼